相信不少朋友已经经历了N多次朋友婚礼了 我想除了新郎新娘之外 最令人惊现的就是那豪华的婚礼车队 各种奔驰宝马看的人眼花缭乱 下面咱们就来聊聊什么样的车型 最容易被拉去当婚车 首当其冲的就是奥迪A6L 这是一款经典的官老爷车型 家常版的A6经常出没在各个政府部门 也被当做高端的公务接待车 当然在婚礼商使用 别人会认为你的家族实力很强悍 如果清一色的A6L一字排开 可想而知那场面简直是吊炸天 奔驰S级也是土豪的标配 特别在我国的南方城市 奔驰S级更是得到了许多富豪的信赖 它不像奥迪A6那样还少有内敛之意 奔驰S级就是个性张扬 特别是它那银制的车标 显得车的逼格很高 婚礼用车当然也是少不了它的出没 宝马三系是宝马车型中的入门级车型 但是许多人看上的就是它那骚红的外观 在三系中卖的最好的颜色就是红色 小巧灵动的外观再加上那鲜艳的红色 炮起来就像是一道火流星 这款车因为价钱不高 赢得了许多年轻人的青睐 除了BBA之外 当下也流行用SUV当做婚礼用车 比如丰田霸岛 高大的车身搭配超大的轮毂尺寸 开起来相当的威武霸气 当然不是土豪情绕道 因为此车价格不费 如果选择租赁公司的话 我想没有个三两万是开不走的 最后要说的就是林肯加长版了 相信大家在电视中经常看到车队中 那格外显眼的林肯加长版 当然此车仅仅是作为新郎新娘的乘用车 其他嘉宾是不可能乘坐的 林肯加长版造价更是贵的离谱 当然也是因为车身过畅 不惜全车队使用 不过来一辆轩也要一下 还是很有必要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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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